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叫做 教權不教步 教步打師父 那如果你真的去看這句話的時候 你真的想要去找出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很多似是而非的解答 舉例來說 所謂的教權不教步 是因為沒有教你這個門派特別的走法 某種特別的步法 似與步 似正步 斜步 橫步 方步 越步 馬步 還是什麼步 是因為我不教你某種步法 而我一教你這種步法以後 你就可以跟師父相提並論了嗎 像這種話我們一聽 用邏輯上面去思考 就可以知道這是有問題的 可是這句話它一直流傳下來 而且顯然也有它的一些道理 到底它的內容在講的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教權不教步 教步打師父 但是我們真的要問所謂的教步 這個步是什麼 我們在練習傳統武術 尤其是中國武術的時候 最麻煩的一點是什麼 名詞 一大堆的名詞 雖然我們總覺得 我掌握一個名詞 把這個名詞匯講 知道這個名詞指的是什麼東西 仿如就匯了 可是你如果仔細的去思考 整個中國文化的流傳過程 我們所承接的這些傳統記憶的流程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的傳統記憶的這些傳承者 他們本身第一可能本身是文盲 教育程度不高 有各種各樣的相應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地理文化背景 所以專研一個名詞去深究一個名詞 甚至一個字義 然後像是考武 訓孤學一樣去研究武術 這樣一個應該身體力型的記憶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想從我們的角度 從我們的同學的角度 來跟大家來解釋一下我們的看法 什麼叫膠拳不膠布 而這個布到底指的是什麼 另外一句話跟布法很對應的 我相信大家也都聽過 叫做外戀手眼身綁布 內戀精神吸力勾 這個時候也出現了布字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個階段 我們立刻放下糾結於布這個字語 這個中國字 我們把布當成是一種形容你 移動、站立、站姿 一種概括性的概念 當你在進行爭奪對抗的時候 你必須利用腳步的位置方向 來幫助你進行的移動、攻擊跟閃躲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回到 積極的本質 積極的本質很簡單 攻擊、防禦、移動 就是這樣 我不相信有別的方法 就算今天你是在打一場全面性的科技戰爭 黑客、駭客之間的這種作戰 他仍然是移動、防禦、攻擊 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在傳統武術下 不管是冷兵器的對抗 徒手的對抗 這三件事情 移動、防禦、攻擊 它都分植在一件事情上面 叫做你的重心轉移 所以真正所謂的步法 講的是你所有與重心轉移相關的技巧 當然它最直接的牽連就是你的腳步 所以這是為什麼也許 上一代的前輩們用步這個字眼來形容 而這個時候如果你們接受我這樣的一個 初略、概括的講法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進步的來討論 什麼是教權不教步 教步打師傅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我這樣看 步法指的是你整個重心轉移的基礎 有良好的重心轉移 你才可以有效的進行移動 而有有效、清楚、穩定的移動 你才能夠執行攻擊與防禦的策略 所以步法是一切的基礎 重心移動是一切的根本 我們來看 當我們在戰役做出一個攻防的架式的時候 不管是比較像北派長拳拳術的架式 南派三角的這種戰防 你都會發現一點 現在的人常常犯的一個錯誤是 固定架子很漂亮 當大家這樣看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來觀察一點 觀察我的腰、臀、跟我的腳跟的狀況 我現在這樣看起來 似乎是很靈活的 可以攻防、可以移動 可是如果你們觀察我的後背 我的臀部、跟我的腳跟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發現 我的重心 尤其是以後腳來講 是卡在中間偏後方 這個東西呢 除了這樣的基本的長拳防禦架式 容易看見以外 就算是站的比較小 以我們的南派全數的架式來看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穩定的 好像移動也是好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力量是 腰、吸、還有懷 是卡在腳跟這個區塊 怎麼說呢 你自己站就知道 你感覺一下 你一定是前腳掌是比較浮動的 你會發現 你要往前的時候 動作不好做 可是往後的時候 腳尖卻很容易就翹起來 這其實就是大部分人 傳統武術在斷練的時候 犯的最大的錯誤 也就是步法的根本錯誤 你的重心放置 偏僻了 以所謂擁拳為核心的一個概念 我很好奇的一點 其實我看到很多傳統中國武術 都會說要雙足以擁拳為軸 然後呢 雙腳踩球 可是呢 真正一到架式出來的時候 身形都是卡在後面 卡在屁股、卡在腳跟 這樣的姿勢的情況下 很明顯的一點 前方是沒有受力的能力 也沒有往前途徑的能力 它就變成只是一個 往後的一個姿態 它整體的形式在一開始 已經變成一個後衝的狀態 你要往前是沒辦法 所以在攻擊上面 已經出現問題 而當你沒有有效的攻擊能力的時候 你的防禦也就立刻下降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重心位置不正確 你的攻擊與防禦是不可能有效的執行的 現在我們來看 回到一半的拳 如果我們真的是以泳拳 這個位置 其實是在天腳掌前方 為我的重心點 我真正踩踏上去 落上來 整個人落下去 力量 前後腳 都是這樣的情況下 以北泰懸術的這種質感 我的身形 其實會在這邊 所以大家會看到 即使我現在這個動作上面 你看我的後腳 是可以隨時腳跟起來 雖然我是踩在後腳上面 但是我前後腳的移動 前腳能踢 後腳能踢 前腳能踢 後腳能踢 不管在這個瞬間 我要進 我要退 我都可以輕重地動 這個時候 我已經避免了 把我重心實際上 是卡在我的後腰跟腳跟的 這件事情上面 才能夠達到 力量是一直保持在 單點位置 也就是所謂的 真正的重心核心點位置 同樣回到 南海三角馬的動作上面 我的重心 應該也是從 兩腳的湧圈 對上來 對在這個點上 所以在這個點 不管是進退 左右橫移 也才會達到一個流暢的過程 那你有這個流暢 有這個過程 你才可能 進 攻 防守 跟攻擊 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很多時候 你在計較著自己的某個手法 或某個姿勢 對方攻來的時候 我該是這樣抱頭 還是這樣閃躲 還是應該怎麼樣把它劃開 或怎麼樣一個斜骨出去 但你真正到了場上 你真正到了跟同伴做練習 應對的時候 你反正什麼都弄不出來 真正的關鍵在哪裡 在於你的基礎架勢的問題 你的基礎步伐上面 重心已經 卡到後面 變成這個樣子 不管你站的是什麼架勢 重心已經 毒死在後面 腰板挺直 胸口伸出來 雖然你以為自己是在 彈胸八倍 實際上你只要自己卡得更死 好 這是我觀察到 很多我們同學 在練習上的一個誤區 那你就會問說 奇怪了 我們一直在練說 要把腳的重心要站好 要站在這個位置上 力量的連貫上來 這樣落跨 我能夠落在這個重心 是偏前方 以擁權為準的 這樣的感覺 我的身形 有這種起落 可是為什麼 一到要用的時候 身體又卡過來了呢 這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害怕 第一個是恐懼感 當我們在進行對練 或實做這些演練的時候 對方壓迫過來的充斥 會讓我們想要把身體 擺穩在這裡的感覺 比較穩定 我建議一個監護的城牆 好像總是比較能夠 防禦那樣的想法 但其實這是有問題的 城牆只早會被工程武器打管 你的手再快 也比不過重靠的轟擊 所以如果你無法移動的話 你只不過是一個被圍困的城池而已 任何的作戰 從孫子兵法開始告訴你 你要能靈動變化 而在武術的徒手器械的對抗裡面 你如果卡穩 覺得自己這樣子是穩定的感覺 其實你只是把自己陷入一個不能動的困境裡面 而對手只要保持靈活移動 一個兩個片 你的重心瞬間喪失就被打進來 所以這是心態上的問題 雖然你練的時候也許練對了 可是你用的時候因為心態有恐懼 你就卡住了 但很不幸的是我觀察到另外一個更可能的原因 我沒有辦法說這是一個絕對的 但是我觀察到更可能的原因是 現代人的生活型態造成的問題 大家都應該都是穿球鞋 或皮鞋為你主要日常生活的保護腳步工具 應該現在沒有人穿草鞋了 那你會發現有一個事情 大部分的球鞋呢 他把你的足弓頂起來 他把你的腳尖上好 所以你的腳在你的鞋子裡面 實際上是這邊被厚厚的墊子保護著 這邊被足弓頂起來 而腳尖是被微微往上翹的 所以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你為了維持穩定 你已經養成了一個 其實站立是偏在後面 偏在腳跟的習慣 大家可以自己觀察一下自己平日的生活 穿上球鞋你來感覺一下 是不是腳跟跟後腰有一個明顯的力量感 如果是的話 這就會解釋為什麼我們一到站立穩定的時候 我們的力量會偏往後方 因為長期以來你的生活中 就已經用這種方式 你在站著等公車等捷運 你在站著跟人家聊天一起身 你的姿勢架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麼當然今天要你進入一個 高速運動對抗的環境下 你身體也卡在那邊 所以怎麼改怎麼辦 我認為當然第一個 你要意識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你就知道練習 我們前面一直強調 怎麼樣把你的腳踩到擁拳 身體落下 當重心全部在這裡 練習真正的落跨 落跨的感覺 我身體重心不是卡在後面 而是鬆鬆的放在我的身體結構上 這個時候你再進入你自身的門派 所要求的那個結構動態 把進退左右變化清楚 再配合你的身形 閃躲防禦的動作以及攻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會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有的時候看似複雜的問題 或者說看似無解的很多名詞 就是詞會堆積的一個講法 在我看來其實蠻單純的 就是你的重心擺之錯 而你重心擺之錯的原因是因為你的生活習慣還有你的心態 希望這樣子講大家會有點概念 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就可以來告訴我說你覺得是不是這個樣子 再來我們看來膠前膠布 這個布其實只是你的重心配置的技巧 能不能有效穩定的改變你身體的重心 不要糾結於某種特定的招式名稱 不要糾結於某種特定的角度變換 真正的對抗不管是徒手或器械 他都不會是那樣固定設想的狀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